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在穿搭上可谓是有了肉眼可见的进阶式变化 每一套都可以作为夏日时髦灵感 温婉柔和 气质满分的穿搭是她的日常打开方式 节目以全新的形式 主持跟嘉宾一起哄趴玩游戏 边玩边录制 对于新形式 观众也是褒贬不一 抛开这些 本季首期嘉宾也很有话题度 赵丽颖录制这期节目时 刚官宣离婚一个星期 虽说银宝没有因为离婚影响工作安排 但是录节目时 多少还是有些不在状态 大多时间都在 看别人玩 听别人讲话 自己很难融入其中 首期是银宝的主场 大家也是围绕银宝的冰箱展开话题 因为只有赵丽颖一个女生 本身就慢热的她 面对一些新面孔 变得更加沉默寡言 赵丽颖则在旁边安静地听 很少出声 偶尔撩头发 掩盖自己的小尴尬 做饭环节 只能坐到旁边休息 到了吃饭的时候 何炯在调动气氛 赵丽颖和何炯不是一个桌 他还是没有太多话讲 一直埋头吃饭 情绪也不高 最后 何炯只能耿直提醒 冰箱主任 麻烦偶尔说几句话 示意赵丽颖不要只顾着吃 也要调动一下综艺气氛 赵丽颖与何炯的互动果然不出所料 成为观众关注焦点 这对CP近几年同框次数特别少 似乎是有意必嫌 尤其是赵丽颖有婚姻的那几年 和男明星之间保持距离 当她恢复单身之后 参加综艺节目表现得落落大方 与何炯等男嘉宾的互动 十分自然 却特别甜 赵丽颖从小甜妹变成甜姐 明明作为冰箱主人录节目 不用干任何事 只需要享受就行 却一直帮刘璋和高清澄摆放餐具 赵丽颖录过中餐厅 她在节目中一直忙前忙后 此次录拜托了冰箱也没闲下来 不仅摆放餐具 还一直在擦拭杯子 就是这段画面让观众议论纷纷 主要原因是 她手上拿的是抹布 突然用抹布擦杯子 肯定会引起观众热议 仔细看能发现 厨房里所有用具都是崭新的 等于她只是拿了一个新的擦拭布整理用具 其实并无不妥 赵丽颖在节目中不喜欢耍心机 并不代表她不聪明 再加上出道多年 如果真的拿一个比较脏的抹布擦拭 不用播出 她就知道 肯定会被观众质疑 既然做了擦杯子的举动 代表她手上的布非常干净 当各位主厨做好饭菜 赵丽颖的吃相也非常有食欲 玩游戏环节兴致冷淡 只因此次拜托了冰箱改版 不像前几季分享好玩的经历 游戏环节也没有向往的生活和奔跑吧好玩 赵丽颖只能在吃饭环节呈现出比较圈粉的一面 由于主厨做的饭菜太好吃了 赵丽颖一直在吃饭 何炯意识到她作为冰箱主人需要带动气氛 立马示意和众人举杯庆祝 此时的吴磊和赵丽颖一样 沉迷吃 无法自拔 一直在往嘴里扒饭 画面特别可爱 为了吃饭 她将精致的外套脱掉 还翘着儿狼腿 看到赵丽颖举杯 立马放下碗筷 整个过程看着有点搞笑 说明主厨们做的饭特别好吃 赵丽颖参加节目带的原材料很美味 拜托了冰箱作为赵丽颖恢复单身后的第一个综艺 虽然游戏环节并不是很搞笑 依旧登上不少热搜 何炯和赵丽颖开玩笑说 现在介意她再婚吗 赵丽颖微笑着摇摇头 从赵丽颖下意识的反应 我们能够看出来 她已经释然了 并不介意对方再婚 对于两个爱过的人来说 放手才是最好的结果 其实何炯和赵丽颖也传出过绯闻 两人在综艺节目中互动频繁 举止行为也比较暧昧 所以引起了粉丝们的怀疑 其实赵丽颖和何老师是很好的朋友 两人经常开玩笑 所以才会引起误会 赵丽颖曾经表示 何老师属于理想的伴侣 这也是她的心声吧 但是外界传言 何老师早就结婚了 她和赵丽颖之间并不存在爱情 当赵丽颖离婚后 何老师应该是出于好友的角度 表示一下关心和安慰罢了 节目中 无论是赵丽颖洗碗与何炯的互动 还是吃饭 画面中的颖宝堪称绝美 生完孩子 颜值并没有发生变化 反倒越来越有女人味 特别期待赵丽颖主演的作品赶紧播出 好奇她历经一年多时间 又塑造了哪些角色 节目播出之后 不少观众都说 能看出赵丽颖的状态 还是有受到影响 何炯有感而发 有在暗暗的为离婚后的赵丽颖发声 告诉大家她很好 即便是离婚 变化也不大 不用担心她单身后的状态 她现在完全就是拼命三娘 把自己的所有心思都放在工作上了 录综艺 给品牌站台 团队也一直在给她评估好的剧本 离近组也不远了 而那边也给她一个大女主的古装IP 但有个条件就是带新人 她是OK的 只是这个项目由于投资方的原因 一直都在推时 敦后续吧 银宝虽然说跟冯绍峰是和平分开 但婚姻的破裂总需要时间平复 吴磊跟赵丽颖之前合作过综艺 也是熟人了 整期节目中 只要她发现赵丽颖没有融入进来 就会通过语言 动作与赵丽颖互动 让她有整体参与感 还主动问赵丽颖有没有快乐一点 银宝也笑着回答 快乐了一点 非常贴心 吴磊特别懂事 大概知道银宝刚离婚 或许心情不好 才会特意逗银宝开心 这期节目其中一个小游戏 是看大家最近发的朋友圈内容 相比别的嘉宾热闹的朋友圈 银宝坦言 自己没有朋友圈 王嘉尔很吃惊 以为银宝不用手机 节目组后期替银宝解释 这是不爱发了 换言之 银宝应该很久没发朋友圈了 但是银宝以前是有在朋友圈 分享日常的 赵丽颖跟冯绍峰2018年 10月16号晒结婚证公开婚室 当天 他的朋友圈内容也曝光 银宝晒出冯绍峰为他庆生的照片 配吻 谢谢大家的祝福 谢谢我的他 言语间满是幸福 当时的银宝被爱包围 有友情 有爱情 银宝这条朋友圈内容 也是他这几年最后被曝光的一条内容 说明银宝曾经也是爱跟朋友分享幸福的小女孩 离婚后说自己没有朋友圈 被猜测是因为冯绍峰清空朋友圈内容 疑似因为这段失败的婚姻 把自己包裹起来 不愿再分享私生活 其实在银宝跟冯绍峰甜蜜感情期 也公开分洒过很多堂 刚结婚没多久 银宝就晒老公视角照 秀恩爱 如今把自己包裹起来 让粉丝很心疼 银宝在节目中除了透露自己没有朋友圈以外 还说自己平时也不下厨 都是阿姨做饭 不过银宝曾分享过自己下厨的照片 2020年正月15 和家团圆的日子 银宝就亲自下厨给家人做黄闷鸡 手艺看起来很不错 如今恢复单身 银宝更多的是两地奔波 一边工作 一边要兼顾陪伴儿子 想来银宝亲自下厨的机会更少了 虽然现在的银宝不发朋友圈 也很少公开分享生活照 但是粉丝一样爱他 支持他 希望银宝放下过去 开心生活 会有更合适的人在等他 祝福